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一家餐厅用餐 吃了许久后 他与工作人员一起步出餐厅 过了五分钟 又有一群人走出来 定睛一看 正是贾乃亮 贾乃亮与女星京城传出恋情 图 翻射 自京城微博 随后 贾乃亮搭乘休旅车 直接进到京城 入住的同一家饭店里 两人一前一后 入住同一家旅馆 让热恋的传闻瞬间在网络上发酵 事实上 这并不是贾乃亮与京城第一次传出交往 日前双方曾用了一模一样的手机壳 抱着同一只猫等 引起大批网友 猜测两人是否为情侣关系 贾乃亮与女星京城传出恋情 图 翻射自贾乃亮微博 对此 京城也透过工作室发表声明 透露该饭店是参加活动时 主办单位指定的住所 所有参加活动的艺人 都是住在这个饭店 更严厉澄清与贾乃亮 只是朋友关系 当晚是结束工作后 与艺人好友们 简单的聚餐饭局 而京城本人 则是转发了声明 写下没事 继续发 一起告 应起来反击谣言 另一方面 贾乃亮也发文 请停止造谣 双方都严正否认了恋情 贾乃亮与京城 都发出声明否认恋爱传闻 图 翻射自贾乃亮 京城工作室微博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